T聚焦丹圆一连五天带您来看老屋承载着岁月记忆 火化就能展现新的生命力 来看新入县竹北这间老中医诊所药房是改建成餐厅 留下窗花、天井和老屋的复古美 听着黑椒唱片坐在旧诊间享用美食 感受老屋诉说当年的故事与文化 钢琴声回荡老房中散发浓郁快木芬芳 打开旧皮箱泛黄的奖状红木床老衣橱都诉说着老屋主的家族故事 融合台式和欧式的建筑之美 今天浩文要带大家认识的是竹北这家中药诊所改建的餐厅 淡宁一秒穿越时空 二十幅画作记录着竹北的街景变化 第一代屋主原本要到南洋行医 却辗转到台湾生耕 建造蕴含先进工法的天井老屋来救伤治病 邻居都对他的人心人数印象深刻 身体有什么毛病他都抓得住 他都抓得很准 因为我们一般乡下都是那种火房 他这个是算中西合并的 所以算蛮先进的 桃新型的窗花使用钢筋结构稳固 天花板线条华丽 还保留后枕看枕的木造隔间 医师父子过世后老屋闲置多年 经营复合式餐厅让他重获新生 一楼它原本是药房 然后我们讲它变更为餐厅的使用 然后二楼是它有一个一文空间 然后有机数店以及旧时光的展览 对然后在我们的所有的餐点呢 它是中式日式以及台式的一个村库餐点 让大家可以来细细的品味老屋 从厨房端出红通通的小龙虾整盘摆满 再将冷面倒入虾油中吸入精华让人食指大动 吃起来的感觉就是有麻有辣 一开始你不会觉得那个辣很辣 但是它那个辣是其实是慢慢堆叠的 客家咸猪肉和烟熏五花肉也碰出火花 咸香低油让人味蕾惊艳 水果冰淇淋装进碰糖里 敲开小碗复古滋味清爽解腻 还有杯中杯设计的瀑布咖啡 从冰砖里流出渐层美感 做成冰块的冰砖然后下去之后 它整个浓缩咖啡它是热的嘛 想起来之后它一瞬间会溶解 所以它可能会是一个很像有建成的 那种冰川的感觉 大店改装的店觉得有什么样的心情 很中式的建筑法应该这么来讲 对让我觉得很特别 水性玄饼晶莹剔透 漂浮粉嫩樱花让口中带有清香 别致料理使人疗愈 就像世代传承的中药房 让人疏解生活压力 品味音乐艺术享受都市里沉浸式的复古情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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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